金牌大間諜 別自費當冤大頭 一時教你聰明省 你注意啊 你不需要把牙齒好的磨小一圈 我們可以用新的方式是用硬模型 你缺什麼補什麼 這個叫 而且那個新的一定更貴 沒有 真的嗎 假的 其實健保它本身是有給付 所謂的 健康檢查這一塊 像那個B型肝炎的這個藥 它有一個0.5毫克的 那1毫克的 就會建議他說 你是不是買1毫克的 然後 本來是一天要200塊的藥 結果呢 現在只要1百塊 所以 所以 就只要3千塊 4百3千塊 對啊 就碰到一些 龍鼻或龍乳的病人 一種光滑面的 一種絨毛面的 其實 就是 不敢一樣嗎 你現在 你現在 似乎想要把 內幕講得很尷尬 因為我意思是 有點笑得尷尬了 首先歡迎今天與我們討論 自費省錢相關問題的 金牌聯合醫師團 以及四位陪診團 歡迎各位 主持來到金牌大間諜 人的消費習慣呢 總是要求一些 比如說物美價廉 貨比三家 唯有在醫療行為上 反其道而行 不僅呢 不敢討價還價 甚至於呢 還有不斷追高的心態 今天就要教大家 如何在琳琅滿目的 自費項目當中 聰明的把它給省下來 小辣情報員 帶來的第一個情報是什麼 沒錯 大家都知道現在薪水就是不漲 但是物價就是要漲 可是健康這種事 怎麼可以省呢 而且我們都有付健保費 付了健保費之後 為什麼還要自費 這是太奇怪 特別是我們遇到一些 棘手的疾病的時候 這時候 我到底要自費 還是有其他可以省錢的方法咧 今天各科就要告訴我們 在遇到一些棘手的疾病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聰明省 首先先請到 佳醫科 陳牧正醫師 是 看到我們佳醫科 你第一個會想到的一個 自費項目就是健康健檢 很多人講到健檢就覺得說 是不是都自費 要花那麼多錢呢 其實可以跟大家講 其實健保它本身是有給付 所謂的 有嗎 有 有 多基本 基本的話就是我們的 驗尿抽血的 基本上針對心血管相關問題 或肝腎功能的話 它其實是有一個給付的這一塊 但是其實很少人用 一定要40歲以上 40歲以上 每三年一次 但65歲以上 含65歲的人 每年就可以做一次 當然很多人會覺得說 所謂的健保給付的這些健檢 可能會不大夠 便宜的東西 免費的東西 就沒什麼好東西 對 所以很多人都會這樣子想 所以創造了一個自費的健檢市場 它高可以高到非常高的一個價格 那高到我有聽到一個是一年年費 要攪到 還沒做到什麼檢查 這麼多 就是只有攪到50萬 健檢又額外再付費 所以 怎麼去 選擇最好 又讓大家可以最省的方法呢 第一個 最重要的人 就是判讀你結果的人 就是這位醫師 這位醫師 他會從你的全家的一個家族史 你最有可能得到的一些疾病 去做一個該有的一個檢查項目 就是第一次做檢查 撒大王大方向去做 從這裡面去看 你有可能是哪一個系統 哪一個部位 最有可能發生問題 再從那個地方細項的去做 所以你不用每年做一樣的檢查 或每年都做高貴的檢查 你剛剛說到這個醫生 只是家醫科醫生嗎 一般來講都是家庭醫學科醫師 在做這一部分 你很需要這個醫生 不是家醫科醫生 因為它是綜合項目 因為很多的民眾 他花了很多的冤枉錢的地方 是在於 上一次做的檢查 跟這一次做的檢查都一樣 上一次正常 這一次又正常 那就多花了這一筆錢 所以你不如就是上一次你做了之後 我們覺得說這個問題不大 我們可能三到五年在追蹤這個問題 我們幫你做健康管理 它如果在你整個個人照顧的過程中 合理懷疑 你這個 真的有這樣子一個疾病在的話 它其實可以用 去幫你做 你就不用自費去做這個項目 這麼好 也就是說你有足夠的證據去告訴你 那這一筆錢又可以再省下來 甚至你可以到你各個的縣市 不同的縣市的相關的醫院 它會告訴你 這一個城市 譬如說台北市 它有台北市額外幾副的項目 是其他縣市沒有的 你也可以身為台北市的市民 你就可以去用這樣子的一個福利 享有的福利 是不是 是 所以有個嘉醫科還是蠻重要的 對啊 它跟醫療界的 不是 沒有 嘉醫科她很厲害 她從頭頂到腳底 她都要了解 從口香到菊花她都曉得 對 對不對 對 再來請到牙科 牙痛跟感冒 唯一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感冒你不看醫生她自己會好 牙痛 蛀牙或者是牙周病 你不去看它 它其實不會自己好 它只會越來越嚴重 所以我們教大家怎麼樣去省錢呢 第一件事情是 健保其實有給付每半年 洗牙一次 對 半年如果你能夠把它清洗乾淨的話 能夠預防蛀牙跟亞洲病 有沒有一個年齡以上的限制 大概大人的部分 小朋友 那是有嘛 13歲以上 但是政府也照顧小朋友 小朋友6歲以下的話 有免費的徒佛 半年徒佛一次 徒佛 對 可以佛膠 徒佛 徒佛 學法名佛學院那個佛 防蛀牙 佛啦 防蛀牙那個佛 佛膠是目前來講 唯一能夠讓牙齒再強化的 一種化學材質 能夠讓牙齒強化 所以政府也有補助 6歲以下的小朋友 每半年徒佛醫治 那我為什麼聽說牙周病 這件事情是你可以治療的 沒錯 牙周病是什麼原因引起呢 我先來簡單講一下 牙周病其實是細菌堆在牙齒的周圍 引起的 把牙肉跟骨頭都吃掉了 以前的觀念就是 等到你發現有牙周病 牙齒都咬得很厲害的時候 那時候就已經來不及 變得要拔掉 所以很多人以為說 牙周病就變得一定要拔牙 就要花錢指牙 其實大家都知道 質押的費用非常的高 前陣子我去參加福人社的會議 幾個社長 你知道以前福人社的社長 都在比說你開什麼車 我是什麼跑車什麼車 現在不是了 都會把嘴巴張開來說 我嘴巴裡面 因為質押的費用非常高 那我們怎麼樣子讓各位 民眾不要花那麼多的錢呢 第一個是我們控制好 讓牙周病不要那麼嚴重 牙周病在初期的時候 我們把髒東西清乾淨 用一些再生的療法 能夠讓骨頭再生回來 讓它減少牙齒被拔掉的機會 我們陪診團 有自費看牙的經驗嗎 我想 有沒有 一定每個都有的 都有的 對 小時候都覺得乳牙都一定會掉 對 所以每次都想到說 反正乳牙就是媽媽幫你咬一咬 把它弄掉就好了 他們現在你們的花招很多 都說即使是乳牙呢 我們也不要讓它太早掉 所以你看它現在這樣 我們先幫你做一個小小的牙套 我們叫小鋼牙 小鋼牙是要支援的什麼 它旁邊不會倒幹嘛 媽媽就想這個這麼好 可是為什麼健保沒有負 為什麼小鋼牙也要錢 更大一些就會說 醫生真的很奇怪 為什麼呢 那個根管一次做不好 對 六次 真的 為什麼 而且我曾經還遇過一個 他自己就是跟我講說 你這個有做過抽神經嗎 我說有 我就說我還是會痛 他就說那個一定是抽不好 繼續抽 一抽就是要做那個根管治療 你知道那個根管治療 他就跟我約了六次的那個 那個治療的整個 根管治療為什麼要六次 不知道啊 他就說要弄乾淨 對 因為很多民眾會以為說 我根管治療分好幾個療程 是為了要多叫民眾多跑幾次 多花一點錢其實不是的 因為根管治療為什麼叫根管 牙齒裡面有一條條的神經 我們叫根管 有些的神經是直的很好抽 所以一次就可以抽完成 可是有些大牙的神經是好多條 有七條到八條 嚴重的到分岔還有分岔 變得要來好幾次 有時候還必須要用顯微鏡去治療 所以有些時候 如果願意幫你治療六七次的醫生 真的是佛心來著 不是啊 他可以一次去那邊 沒有 因為不是要放藥 要放藥治療一段時間 你是睡午覺 不要你來睡這麼久 這麼麻煩啊 根管 根管是要飛的 牙齒有分三層 第一層叫法郎子 注到時候你沒有感覺 可是第二層到象牙齒注到時候 有點痠痠的 那時候你還不去理它 到第三層就到神經 那時候你就要花大錢 我們怎麼樣子可以省錢呢 我跟提供給大家一個方式 以前傳統的方式 我們牙齒注牙掉以後 我們要把牙齒磨小 做一個牙套 對 這個牙套 那你要花錢做牙套了 現在有一種新的方式 你注牙 你不需要把牙齒好的磨小一圈 我們可以用新的方式 是用硬模型 你缺什麼補什麼 你把注牙的地方缺 磨掉 然後呢 硬個模型 驗赴一個一體成型的東西 把它塑造回來 所以你不需要把好的牙齒磨掉 這個叫3D指標 這個在日本的健保 其實是有給付的 但台灣沒有 他剛剛又說 另外一個自費的項目 對啊 而且那個新的一定更貴 沒有 這反而比假牙便宜 真的喔 假的 同樣一個材質反而會 因為你不用磨到那麼多材料 我不用磨了那麼久 是不是 而且對健康也是好的 你不用把好健康的牙齒磨掉 沒道理磨掉健康的牙齒 以前傳統只有這種做法 誰教人 對 現在新的科技越來越出來 他們為什麼這樣對我們呢 對啊 是吧 磨掉了嘛 磨掉了才要做我們 新的科技 日新月異 本來就是這樣 技術 眼科 就是眼科比較常見的 主要還是擺內障這個部分 就水晶器我們要置換的時候 都會放一個像這種 很小的晶片這樣 類似晶片的東西 那這一塊呢 從 這什麼東西啊 就是水晶體 這八萬喔 唉唷 八萬 那麼多不同的價錢 主要是因為它有不同的功能 就比如說你想要看手機啊 又想要看電視啊 又想要開車啊 這個時候你就是遠中間都需要嘛 這時候我們就需要雕刻很多 度數在上面 所以這個成本就會變得很高這樣 那為什麼要怎麼省錢呢 主要是還是要看每個人的那個需求 比如說一個老奶奶好了 她只有大概80歲嘛 那她平常只會種菜 那她也不會不認識字這樣 那基本上她就是需要 比較看遠的距離 所以她的焦距只需要大概 給她抓一個遠的就可以了 這時候健保的片子 應該是算蠻符合她的需求 如果她今天想要再縫線 就是縫衣服要看見的時候 她可以再另外配一個便宜的 那個老花眼鏡 這樣就可以替她省下那個 就是多交一點 自費人工隨便體的錢這樣 是這樣省 對 主要還是看那個需求 所以妳說勞保給付的 可是適合 就是最基本像陽春麵這樣子 吃的吧 陽春麵 而且老實說不一定 眼鏡越貴越好 對 因為像剛才那種 就是所謂的多焦點 你想像中 我們現在不是有一些眼鏡是多焦點 同時可以看遠看鏡一副搞定 可是有些人看遠看鏡 他是覺得不習慣那個眼鏡 會偷暈 這個是眼鏡還可以拿下不要戴對不對 但如果你放進去眼鏡裡面 有些人突然進去之後 他也是多焦點 他才覺得我不習慣 他就後悔得不得了 所以老實說最貴不一定最好 我印象中很深刻有一個很可愛的作家 他就說因為年紀大了 結果他有一次就說 他想要去做一個 因為他已經把內臟拖到很熟了 都幾乎白掉 看不得清楚才去 眼科醫師幫他一評估 不得了 兩隻眼鏡做起來要三十幾萬 哇 很高 他那個時候就問我說素杞 他是不是因為覺得我很有名 所以開價比較高 有可能 我就說沒有 老師 他可能想說你又要平常要寫稿 要看鏡 平常又參加活動 他又覺得你可能是一個時代的女性 會開車 晚上要開車 要看晚上夜間駕駛 所以夯不讓當加一加 他就說他是要三十幾萬 你要不要幫我跟他說 老師 你要跟他講的不是你很窮 而是我沒有需求那麼多 就是像剛剛講 我其實沒有 還是跟需求走是不是 是跟著需求走 不是跟著你 當然你也是可以跟著你採地走 但一般正常的是跟著需求走 我有沒有晚間開車的必要性 我有沒有精細嚴厲的必要性 就是你可以把你自己的需求講出來 醫生不是因為他很有名才能 醫生是覺得說我給你最好的 可是我媽相反 因為我媽她其實眼睛 有一點點的白內障 我那時候一直叫她去看醫生 她去看了醫生之後 因為她知道說 不知道55歲以上 可以免費的那個雷射對不對 我媽就去看了醫生 醫生就跟她講 你這個雷射掉就好了 就再也不追她了 就也沒有跟她講說 你要趕快回來雷射 就這樣看完之後就沒有後續了 我媽就想說 會不會是因為真的是健保給付 沒有賺到錢 所以你就不理我了 你懂我意思嗎 有 你媽怎麼這樣子 會不會就突然間猜對了 對不對 你覺得什麼 也如果差太大了吧 那個幾十萬要換幾十萬 你才會幾幾年都說 那個小姐小姐你要回來追蹤 可是那個醫生就是跟我媽講說 你就是健保給付 你就是雷射弄一弄就好了 就這樣就沒了 白內障 對 白內障 可能她也算輕微的吧 我知道 輕微的吧 但是相對的沒有很關心 你要不要反駁她這樣說 因為她不是幾十萬的 所以就開始 你就不關心 基儀處置了 沒有 我們都會一樣的對不對 一樣關係 根據妳的需求會去評估 其實 要很注意的是 不管是健保或是自費相 不要以為說越貴的 你就是全部都安全這樣子 不管是健保跟自費呢 就是大家會有那麼多疑究 是因為大家覺得我付了錢 好像就絕對不會有問題這樣 其實只要是醫療都有存在 它有不確定性跟風險這樣 因為每位病人的狀況都是不太一樣的 另外就是素前頻度非常的重要 因為我們換水晶體 就像換我們那個 照相機的鏡頭 那你的底片是不是本身要夠好 所以你的鏡頭換得很高級 你這樣才有辦法達到最好的搭配 才會造出很好的品質 如果你今天的那個照相機的底片呢 已經有點老化 譬如說糖尿病的病人 或是黃斑病病的病人 它可能本身功能就不太好的時候呢 這時候我們都會建議就是用 適合它的水晶體 不見得要用到最好的 最高級的 因為可能最高級的對方來說 那個加成的效果不會這麼好這樣 所以素前的檢查很重要 我可以問一下嗎 就是如果換水晶體 它是有健保的嗎 就是55歲以上都有 我是在替我自己問的 但它就是一個單一的焦距 會跟你選一個 看你說你平常最喜歡做的事情是什麼 還是看每個人的年紀跟需求 跟本身的那個底片 試完我身經的狀況 對 所以韋如妳需要的 妳是雙配 妳是雙配 妳是雙配的 其實我 我是舉例妳看得出來嗎 我是舉例 好吧 妳們有情緒 妳們有情緒 對 好 再來請肝膽腸胃科的徐秉醫師 來分享什麼方法 可以聰明省來徐醫師 是 在我們胃腸肝膽科來講 比較重要的幾個自肺項目 有包括肝癌的標靶治療 還有鼻型肝癌和西型肝炎的一個治療 西型肝炎聽說相當的厲害 會猛爆是不是 是 它還有一個觀念說 西型肝炎現在目前是 是嗎 是 有很好的 兩三年前剛出來的時候 一顆差不多 每天要吃一顆藥 一顆 一顆 一顆藥 3.4千 3.4千 這怎麼吃得下去啊 吃不起來 那要吃 吃多久呢 吃三個月 所以差不多300萬 那吃起來呢 就是這個 治癒率很高 97% 以後不會得肝硬化 不容易得肝癌 這樣也蠻值得 那你家境也要夠好啊 對 我以前有一個病人 他就是公司的高級主管 後來這個藥出來 他說沒關係 錢不是問題 問題是沒有錢 所以他就花了 大概接近300萬 這個藥很好 他吃了以後 沒什麼副作用 就治好了 另外沒錢有沒錢的方法 有一個沒錢的 他來找我 他也是西型肝炎 結果我就說 這個現在費用要這麼高 他說我沒錢沒辦法 我說那回去再考慮考慮 結果隔了一個月他來找我 他說 有人告訴他可以到印度 去買藥 因為西型肝炎那時候 在印度廠他們做的 印度可以買藥 五萬坨 真的可以嗎 三百萬變五萬塊 安全嗎 它也是等於說 原廠委託在印度製造 但是這個印度呢 因為它消費能力差 所以它印度賣很便宜 所以我們賣這麼貴是因為我們 其實它也要考慮到就是說 哪一個國家國民生活水平 其實他們也是有點恩詞這樣子 我們如果在台灣的話 是可以就是說 就是說我個人需要用 請醫生開處方 再跟我們一些衛生主管機關報備以後 請人到印度去買藥 這基本上是合法的 但是後果要自信負責 那它最大的風險是什麼呢 就是印度那邊有兩種 一種是真的 因為他們當時 為了避免人家覺得藥廠很吸血 你弄個藥出來可以治好大家 賣這麼貴沒有人用得起 所以他們針對某些地方 就等於放棄他們的專利權 讓他們可以在當地做 可是有人去那邊就買到的是假方 是 不只是房 根本是假的 我們知道 那是自己負責了 對 所以其實也是有一定的風險 是 不過現在很好 現在健保 已經有開始給付 比較嚴重的 它已經有開始給付這個吸乾的錢 所以它這個原廠 從300萬現在已經降成 差太多 花錢照無痛胃緊 謝忻慘當冤大頭 照胃緊要是可以 如果要做無痛的胃緊 就要 自己要花一點錢 對 照好幾次的衣服 如果測幽門感覺的話 只要吹一口氣 快 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做胃緊 那我幹嘛照胃緊 所以這就是我的問題了 現在健保已經有開始給付 比較嚴重的 它已經有開始給付這個吸乾的錢 所以它這個原廠 從300萬現在已經降成 差太多了 差太多了 B型肝炎 B型肝炎來講的話 B型肝炎的話 現在也有很好的藥 只能抗制 2.6萬 沒有 沒那麼貴 去印度1萬 這個B型肝炎就是一天一顆藥 差不多 160塊到230塊 比較平價一點 但是呢 你要每天吃 它的缺點就是 一個也是七 八千 會好不會長斤 會好 你吃了以後 會好也不完全 對 對 它肝功能會正常 病毒會壓抑到都測不到 但是呢 你不吃藥的時候 就回來了 它又高起來 是 所以現在的話就是說 現在健保的話是這樣 如果肝功能比較不正常的 它現在是有給付 但是 三年以後啊 就要下車了 不理你了 不是不理啦 你就要下車再 不能再提供藥給你 等到你以後又發作的時候 再提供藥 其實這樣有點冒險 OK 來 有沒有自費看肝膽肠胃相關問題 照胃鏡要自費嗎 照胃鏡的話 照胃鏡健保 有需要照的話 健保適合幾副 但如果要做無痛的胃鏡 就要自己要花一點錢 我都是做無痛 照好幾次 照好幾次 照那麼多次幹嘛呢 因為就是一直發作啊 就去照啊 才會拿到那個就是吃胃藥 不是 那是他要吃某種潰瘍的藥 必須有胃鏡的健康 你照完結果 你看到什麼東西了 就看到潰瘍啊 可是你那個管子放進去之後 真的很不舒服 所以我都要用無痛 就只能自費 不然你會覺得喉嚨有東西 我希望它無痛 我就也多花一點錢才能無痛 其實如果測幽門感覺的話 只要吹一口氣差不多1500塊 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做胃鏡 那我幹嘛做胃鏡 所以這就是我的問題了 想要花錢做胃鏡 因為他想要健保給付的那個藥 他們之前必須合併有胃鏡的 檢查結果才能開那個藥 要有 胃鏡要看到有潰瘍健保才給付 大概四個月的潰瘍的特效藥 但是你 你自己花錢的話實際上 比胃鏡 普通胃鏡的錢 更便宜 更便宜喔 據我所知 那你直接買藥就好啦 不需要經過胃鏡的檢查 確認蓋章對你可以吃這個藥 不需要 就可以花比較少一點錢 是 是 他先買藥就好啦 但是我們多做胃 一般都像這個愚蠢的消費者 一般都像他一樣 差不多都是這樣 阿翔 不要再愚蠢了好嗎 阿翔 阿翔也是這樣 也是啊 他也是 胃腔癢 難怪他都胖不起來 是長這樣 越長越瘦 那我怎麼會 你 你還不夠嚴重 你還好有胃鏡 你長得更小就沒男生 知道有無用 是 所有的胃鏡 什麼大腸鏡 對 直腸鏡這一些 是 大概你的建議一般人 如果他不是所謂的 經常犯病的 狀態上還算健康的 多久照一次最適合 如果說你沒有幽門感菌 實際上你不太會得胃癌 你可能 好久 我是保持兩年左右照一次 那你貢獻給我們一介 感謝 感謝 謝謝 倒多了 你也回家來了 大腸鏡可能就50歲的時候 做人生第一次 大腸鏡50歲 為什麼 因為大腸鏡大概55歲 發生率就高 你在50歲的時候看一下 你有沒有息肉 如果有息肉 你就高危險群 以後要比較常做 如果你到50歲都還沒息肉 恭喜你 在這一輩子不太會得大腸癌 你可能5到10年再做一次就可以 其實可以到我們那個 家醫科門診裡面做四大癌塞 四大癌塞裡面會 如果你糞便前血量比較高 我們就會建議你去做大腸鏡 那如果是糞便前血量是高的 那大腸鏡是健保給付 不用自費 所以我們上網是可以查到 幫我們做四大癌塞 其實現在目前所有的醫療院所 都會提供這四大癌塞的檢查 只是它有一些年齡別的限制 比如說以剛才呢 糞便的前血檢查 就是50到74歲這一群人 比如說四大癌塞的另外 就是口腔癌的部分 就是在高醫師他們那邊做 30歲以上的有嚼檳榔的 就可以在他們那邊做 比如說另外一個乳癌的相 子宮頸癌的篩檢的話 它就是30歲以上女性 在比如說婦產科或什麼做 另外一個就是像乳癌的篩檢 你就是去現在有乳房醫學中心 做那個乳房的攝影 所以不同的癌症篩檢 它有不同的中心可以幫你處理 讓它有不同的年齡別限制 段偉 聽到了沒有 吃冰檔的40歲以上就要去找了 沒有 不是 我說 我幫我們轉答一下 你吃冰檢 我不曉得我40歲之後 有那麼多事情要做 我不曉得他只有40歲 而且你40歲以後 就可以去他那邊做成人的那個 憑你的健保IC卡就可以做成人健檢 成人健檢要記得 就要幫你勾B C肝 如果你是45歲以上 55年以後出生的 他勾了之後 就能看你是不是有C肝 那就可以去許醫師那裡免費用藥了 對啊 好多優勢 所以對面還要問你 我幫大家把這些Coupon打開來 對 素卿姐妳有存在的必要 其實今天這一集 你這麼中間 心臟內科林衛文醫師 來分享一下 可以鍾名審的方法 那其實心臟科 是算是自費項目最多的一個科 真的喔 對 因為其實都是屬於高單價的 我們就以最常見的心臟支架來講 據統計啊 大概台灣大概一年要放 這麼多喔 對 那其中 有塗藥在上面 一般來講分成三種 一種是裸金屬支架 一種是裸金屬支架 一層藥叫塗藥支架 有一種材質叫做塑膠的 比較像塑膠的 這個就是聚乳酸鹽 這種我們現在比較熱門 叫做所謂的 可吸優性支架 我今天為什麼要跟大家講這個 是因為最近大家很熱門 就是可吸收性支架 基本上這個支架一般 耳眼放在血管裡面 大概三年之內它會吸收掉 變成 它會分解掉 都不像一般的金屬 可是基本上這個支架會有一點問題 就是因為它是比較新的技術 去年的話在美國的一個會議 它有特別就警告說 這個支架其實五年之內 它的心肌梗塞的一個 發病的一個離病的數量 有增加的趨勢 就代表你放了這一個圖藥 這個所謂的可吸收性支架 它反而 我可以知道這吸收性的支架 大概多少錢 大概 一個 大概平均大概 一支 體育費用太高昂 以時Pepo行不通 我金屬之下大概 一般的價錢大概一萬一左右 其實我們也想介紹它好 可是會造成它心理上的負擔 你跟醫生就說 它有一次就花你一個招式 幫你查一下這個家屬的穿著打扮 可是現在越有錢的都穿著 現在為什麼就在這裡 它就說有時候就會看走一眼 因為那個可能是把帽包這樣 我可以知道這吸收性的支架 大概多少錢 大概 一個 大概平均大概 一支 一支支架 12到15萬 那個圖藥支架 圖藥支架大概接近6萬 或是6萬5左右 6萬 大概6萬多 另外一個支架叫做金屬 金屬的裸金屬支架大概 一般的價錢大概 一個支架 一支支架 如果你放四支放五支 就是乘以4乘以5 其實在某些情況下 我可以建議可以省一些錢 不需要花這麼多的錢在這個上面 因為很多情況下是心肌梗塞 所以那時候的情況是非常來得 非常的快 而且非常危急 這時候我們常常跟病人家屬解釋說 我把血管暫時打空 把血栓移除了 現在需要放支架 你想要放什麼支架 我們都還是會解釋 有些時候我們並不會去解釋這個 因為 有些時候我們會發 我們做這個心肌梗塞 大概有一些經驗大概知道 這個病人可能沒有辦法撐下去 我有聽過有一個病人 他是心肌梗塞 在別的醫院做 他說沒有關係 媽媽心肌梗塞 我要用最好的 結果他放了三支的可吸油性支架 所以三支大概就接近50萬 可是問題是這個病人 他來的時候狀況不是很好 所以到沒有幾天他就走了 所以代表說你這個錢是白花的 還是得付 所以原則上如果這個病人 他其實我們看 如果他沒有辦法度過這一關的話 你不需要讓病人花這麼多錢 去放這麼昂貴的一些自費支架 健保給付哪一個部分 健保是給付一般的金屬支架 最基本的 對 我剛好有一個病人50幾歲 他來的時候也是心肌梗塞 剛好是塞在最前端的部分 當下要做急救 這時候沒有辦法跟病人解釋 或甚至加速解釋 因為病人已經產生休克的狀態 所以這時候就不管 就是連自費都不解釋 就直接一般支架健保支架下去 後來這病人也康復出院了 過了兩個禮拜回診 他就跟我講說 醫生你給我放健保支架 可是我想放比較好的塗藥支架 對 因為比較不會阻塞 我就跟他講說 當時的狀況很危急 為什麼他會認為比較不會阻塞 因為他其實他裡面塗了一層藥物 他會慢慢釋放 因為我們知道 再阻塞最高的機率是前半年 這時候如果他有一層藥物 慢慢的釋放的話 他會抑制他過度的增生 內膜過度的增生 他就比較不會塞 從三層到五層 他會降到5%以下 所以其實效果是差蠻多的 其實 我現在不需要 其實真的是要對的時間 適應症是對的 病人真的有需要 我們再來考慮 用比較高昂的支架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那時候我鼓掌 他也是還蠻年輕的 那個時候必須做支架 他們就很緊張問我說 那到底要用塗藥還是要用一般 有時候你要放個兩三支 說實話 就算塗藥的也是要20幾萬 對於一般人家裡的負擔其實有點大 如果沒有保險 保險會幫忙幾副嗎 要看你的保險項目 因為現在保險有時候你是十副型的 有些你是什麼型 不同的型態 他可以支付的師傅的項目不一樣 所以你也不知道 他們有保險可以付這些 那有些醫生就說 其實我們也想介紹他好的 可是又造成他心理上的負擔 你會覺得說 我用不起這一二十萬的東西 所以有一次有一個醫生就說 他有一次就發明了一個招式 結果他會觀察一下 觀察一下這個家屬的 可是現在越有錢的都穿得越便宜 現在問題就在這裡 他就說有時候就會看走一點 因為那個可能會綁冒 保險都沒有 其實現在有一種方式就是說 他很多名人 他其實有醫療保險 他還說我十字十負 這一次好像15萬 今天要放三支 他就說醫生可不可以 我先放兩支 三個月之後我再放另外一支 每一次他都有保險可以掩蓋 這一塊的部分 反正你就是挨兩刀這樣子 對 會進來做兩次新刀的 所以真的要認識他 自己的保險怎麼付 老實說差很多 來 新永康醫師要分享 什麼樣聰明審 因為外科 外科這刀一動下去 刀就這樣動 難道因為說我想幫你審 所以這刀我們 本來開10公分 開5公分就好 不可能 對不對 怎麼能幫我們怎麼審 請問 其實不是從外科這個觀點來看 其實剛剛各位特別來賓 甚至我們醫生群裡面 大家都很在乎 自費這個項目的費用 到底是不是真的用在刀口上面 可能會省一點錢 對啊 所以在自費消費上面 因為從健保 從84年開始以後 因為健保已經無法給付 那麼多的醫療保險了 所以他就允許開放自費市場 醫院為了生存 為了賺錢 他要大力的 在自費市場上面去努力 我們到底要如何當一個 比較聰明的消費者呢 幾個觀念可以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說你要問清楚 我這次要花多少自費 要說要放一支 兩支 三支 放什麼樣的支架 要搞清楚 不要說人家說 放一支支架10萬塊 結果一進去放 放了四支 40萬你當早暈倒 第二個就是說 它到底有哪些好處 譬如說是不是可以減少血栓 減少什麼的 它好處在哪裡 第三個 它有沒有其他替代的方案 我如果不放 我用其他替代方案 有沒有辦法可以健保給付的 我不用支付這些錢 第四個 我有哪些後遺症 剛剛講不是貴的就一定好 對不對 像可以溶解的支架 也許它會造成增加 它急性血栓的一些可能 對不對 所以呢 像我們在整形外科來講 我們常常會 會碰到一些 濃鼻或濃乳的病人 很多醫生呢 為了多賺錢 他會跟你說 濃乳的材料有三種 一種 一種 一種絨毛麵的 一種是水滴型絨毛麵 對 那這個呢 20萬 這個25萬 這個35萬 差這麼多 一個嗎 一對 有人做一個 住清潔 問這個外行 人家有些乳癌之後 重建只要住進一遍 醫師通常都會說 這個便宜的是怎麼樣 比較貴的是都有哪些好處 最貴的又有哪些好處 其實 他為了多收費 所以呢 以濃乳這材料來講 有一種水滴型的最貴 事實上它根本就不是 用在正常人 它是用在 乳癌挖掉之後 放進去它像一個水滴狀 但是問題它觸感比較硬 它不告訴你 正常人它也給你放一個這個東西 而且它有時候位置跑了以後 比較古的地方 就跑出來會變形 它有些缺點 所以有些就是說 不是最貴的就一定是最好 自己去做做功課 也要問問看 這個東西可能有哪些不好的地方 貴也有它不好的地方 當然因為現在的醫療消費 是有一點個人化的 有些人他覺得 他支付得起 他要用比較好 像我有一個50歲的一個 科技公司的一個負責人 他膽囊炎 膽囊結石 那本來健保給付用 內視鏡就可以開刀 不用另外支付費用 但是它是他自己主動要求 我要請達醫師來幫我開刀 達文西 機器人手配 對 達醫師來幫我開刀 達醫師 對 達醫師開刀 因為達醫師 一個醫生呢 我們禁駕一個達文西手術 醫院會要求醫生 你要想盡辦法說服病人 接受達文西手術 用達文西來拔牙 對 用達文西來開甲狀線 就說荒謬 用達文西來擠身動 對 擠身動 用達文西來 用他外科的傷口 班尼 你為什麼不說班尼 那一種炫富的行為 對啊 但是這些有時候是 病人他願意的 而且他要求 這時候其實我們也樂觀其成 因為這疫病關係就相當良好 而且他也覺得他得到 最好的醫療保險 對啊 但是這一點我又要站在消費者立場 我常常也有一個疑惑 例如支架 為什麼三種放的價格要那麼多 其實我們禁駕不用差那麼多 了解嗎 什麼意思 就是說以我胸部的禁駕 我可能三種的禁駕 跟每次一樣 差不了多少錢 可是我開的價格就不一樣 那觸感一樣嗎 現在有些似乎想要把 對 其實我是 有些憤怒的地方 不平的地方 其實我是想要講到這種 醫療上有些是黑幕 林蔚文醫師有點笑得尷尬了 別再斷花冤枉前 經濟評估是關鍵 像我們這個肝癌的標靶治療 一個月要花14萬 結果 有些他每一次的人 平均生活只差2.5個月 所以你要評估 如果我像平均有錢的話 10吧 2.5個月對我來講 你只要分享 其實我是想要講到 這種醫療上有些是黑幕 林蔚文醫師有點笑得尷尬了 但是說全不是林醫師收的 這是醫院收的 我要澄清一下 就是說剛剛 許醫師講的是沒有錯 但是很多 耗材它的競價是差不多 可是像是可吸收金支架 跟塗藥支架 它為什麼還是會差一倍 因為畢竟可吸收金支架 現在是獨家 只有一家廠商難買 如果今天有一個競爭者 就是說很多家在賣的話 它就可能不會這麼 這個價格烘台這麼高 另外的話 因為它當初要研發這個支架的時候 它是領頭羊 它是先驅 它要投入大量的金錢下去 去研發這樣的分解性支架 當然它原則上 它有需要做很多的臨床試驗 其實這個支架的廠商 其實它負擔非常高的成本 它就主要架在消費者身上 但是我要講說 其實這個手術的價格 例如說這個用A 手術的價格是10萬 用B是20萬 但是用A的材料它可能只有2萬 B的材料 雖然比較新 比較貴 研發材料 它只要3萬 4萬 但是你一下子加價在上面 其實病人是不公平的 加在上面 大量 我覺得我很高興聽到你這麼說 是真的 你算是目前的清流喔 不是 就像農母這個東西 我也非常反對 他們這樣子分不同價格 所以我常會跟他講 我們其實競價是一樣的 問題是哪一種適合你 那你願意選擇哪一種 說得真好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不是說最貴的就是好 把病人當傻瓜 這是我非常覺得憤怒不平衡的 事實上不是說他多好多壞 而是你適合什麼 對 懂不懂 尾羅問清楚 對 我會問清楚 不要盲從人家說什麼好 一定要做水滴的 對啊 提醒學姐 絨毛的也不錯 對 絨毛跟瓜瓜麵是一樣價格 謝謝 妳補充得太多了 外科跟整型外科 OK 醫美 妳一定有做過 我有 妳做了什麼 我是 我之前有一次在家裡 早上太早起床 沒睡好迷迷糊糊的 家裡有一盆花盆 我經過的時候 腳這裡被割到 整個整具有切掉 就是我那時候縫了11針 整個地上全部都是血 就是我被送到急診室的時候 他當然要趕快清傷口縫合 可是急診室 他把我縫住之後 那個傷口非常的醜 我對不起 可是他就是真的就是 縫亂差 因為很緊一針 後來我真的就是自廢去整型外科 因為他的疤就是真的會很大 非常的不好看 跟蠔工一樣 對 真的 所以我真的就是自己整型 去找整型外科 重新幫我弄一次那個傷口 也是花了不少錢 對 真是 我覺得迷糊迷糊的 總是要付出代價 對啊 現在就小小的這樣子 一點點 還是很醜 還是很醜 大一個 有一點大 我的天啊 老天啊 這好大一條 這裡 好 只有妳有這個 自己外科手術的經驗 對啊 王少偉沒有 什麼雙眼皮啊 什麼都沒有 沒有 我的雙眼皮是隨著 開始把手臂 我一直追著那個聲音 妳不要笑 妳都會問 只能這樣問我 我是內雙 最後呢 我們請肝臺腸胃科的 許餅義許醫師 來幫大家做個總結 如果一定要自廢 一定要知道怎麼樣 要知道是哪些事情 才會讓我們的病人當冤大頭 我想自廢的項目以後大家 大概都會遇得到 如果醫生跟你講說 你這個治療可能需要自廢 我想說最重要的是說 我們一定要很清楚的問一下醫生 這樣的一個自廢 到底有什麼樣的好處 大概要花多少錢 一定要弄清楚 比方說像我們肝癌的標靶治療 這個一個月要花14萬 一年就要168萬 要一直吃下去 結果 有次他每一次人 平均存活只差 兩個半個月 所以妳就要評估 如果我像晨晨這麼有錢的話 吃吧 那我就吃了 生命成可貴對不對 那2.5個月對我來講也是 可以多賺一千 妳只要分享善知識就好 如果說是家裡的經濟不是很好 那可能就不要勉強 不要說這個 本來是人亡 現在是家毀才人亡 那也不好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 假如說單價很高的自廢項目 如果只是吃藥的話 實際上可以去貨比三加一下 因為 比方說單價來講是100萬的 這個自廢藥 在每一個醫院 他要賺的這個藥價差其實不太一樣 大概是 可能是10%到20% 所以100萬呢 可能在假醫院 他是給妳收110萬 那醫院可能收到120萬 這樣兩家醫院 就可能會差了10萬塊 對 所以如果要省錢的話 有時候可以去打聽一下 貨比三加 對 也可以問問醫生 比較有省錢的方法 像那個B型肝炎的這個藥 它有一種叫貝勒克的藥 它有一個0.5毫克的 價格都差不多200塊 可是呢 這個吃起來呢 實際上治療B型效果都蠻不錯的 所以說病人如果 用了以後 以後要自費的時候 健保不給付 健保給付三年 要停藥的話 我們就會建議他說 你是不是買1毫克的 然後 來使用 所以你本來是 一天要200塊的藥 結果呢 現在只要100塊 所以一個月就 就只要3000塊 省了3000塊 一年它一直長期吃下來 一年就省3萬6 10年36萬 對 就差很多 所以也要打聽一下 要會理財 這個算盤會打的話還不錯 對 他剛剛提了一個 比較會有點為難尷尬的 如果這個肝癌 三期四期 但是通過這個特效藥 你可以至少多存活兩個半月 而不是兩年半 這錢花下去可能是 你剛剛說的多少錢 14萬 這個一年168萬 妳要不要花這個錢 我花這錢花下去 只能多活個兩個半月 對 我花這錢花下去 只能多活個兩個半月 對 會花的舉手 我會去 可能不會花的舉手 我應該不會 都不會 對啊 才兩個半月就有吃跟沒吃一樣 就倒不如出去玩 對啊 幹嘛吃藥 或者是再去借錢 借多一點出去玩 借錢 借錢 借錢而已 這樣就換不了 剛剛還是要看她最後 吃以後的生活品質 也許差那幾個月 如果她吃了 雖然她只是延長兩個半月 但是她後面的生活品質好的話 也許可以考慮 看來量力而為 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們只要正視自己身體的不舒服 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在一切都還來得及的時候呢 在陳沐澄醫師手裡面 我相信就終結了我們所有的 大病小病了 對 確實做好我們自己的健康管理 就不會嚴重到 必須要再向睡眠醫師 或是林維尤醫師所說的 你就不會碰到她們 因為碰到她們 最會花大錢 好 感謝觀眾朋友 記得收看 別忘了 每個禮拜第二禮拜五的晚上 九十六到十點中間中文台 請您收看我們的金牌大健點 祝各位健康幸福晚安 拜拜